你好 我们现在在一家火锅店准备吃火锅 这中间是大的火锅 这旁边还可以放每个人的小火锅 就是看你自己想要选择大的火锅一起分享 还是每个人要一个小火锅 给大家看一下 给大家看一下这边的环境 这墙上有很多的啤酒 这是一个机器人送菜的店 机器人送完餐以后就会自动走回厨房 这个时候服务员也会过来帮忙取菜 虽然有机器人送菜 但是也还是需要一些人工的 自助吧台有无限量供应的小龙虾 水果还有花生 趁着火锅汤底还没有煮沸腾 来配一些蘸料 我调的蘸料比较简单 而且是不辣的 它们还有很多辣的酱料 还有花生酱油碟等等 火锅蘸料很丰盛 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来搭配 我们点了非常多的火锅食材 等吃完了还可以再点 因为这是一家无限量供应的自助火锅店 每点完一轮菜 机器人就会送到你的桌边 为了避免浪费 如果有剩下的没吃完的食材 店家会多受一定的金额当作罚款 我们选的汤底比较清淡 不是那种辣油牛油火锅之类的 它们的食材非常的新鲜 炸的酥肉也非常好吃 我们一共点了三轮菜 点餐只要扫桌上的二维码提交就行 送菜机器人真的很勤劳 一整晚都没停 最近在很多的餐馆都看到了 类似的送餐机器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